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在最近的Spa Day 資料片大改版大翻新之後 有很多玩家都在猜測說 該不會之後 狼人要出了吧 狼人該不會是下個資料片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猜測呢 因為這次的Spa Day 改版新增了兩個瑜伽墊 這個瑜伽墊有很多不同樣式 那其中一個樣式就是 馬上一起來看 就是這一款這個是月的殷勤圓缺 再看到這個滿月想要什麼 是的 狼人 對吧 好像有點關聯性欸 其實老實說啊 我當初看到這款式的時候 我也是想說 喔 怎麼會出現一個 這個月亮的殷勤圓缺 在這個Spa Day 資料片裡 感覺好像並不是那麼的 就是符合主題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這個月亮 也不一定跟狼人有關啦 也有可能只是說 喔 就是放鬆嘛 月亮嘛 西石日光精華這樣子 就是也跟心靈上是有點關聯性的 可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啊 SIMS的團隊非常喜歡各種暗示啊 超級喜歡 他們有多喜歡呢 我們的上一個鍾情資料片 夢幻居家改造王 出了這個兒童的帳篷 就是兒童的玩耍帳篷 那時候就有玩家看到說 欸 奇怪 這個帳篷的圖案是農場了 大家可能就看一看想說 喔 滿可愛的喔 那當時也有玩家猜說 該不會這個農場圖案 代表說 就是農場的資料片要來了吧 那我當時也想說 好像有點可能性 可是也是感覺好像 可能有點捕風捉影 但是沒有想到 我們的上間生活的照片 農場 真的來了 所以我已經知道啦 根據以往經驗 SIMS的團隊真的是超級喜歡暗示的 而且他們暗示很多都看起來好像 好像是暗示 又好像不是暗示 而且他們暗示通常都還蠻隱晦的 所以這一次這個陰晴圓缺 其實感覺很有可能是暗示狼人啦 對吧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這個代表狼人要來了嗎 因為我們都知道狼人在滿月的時候 才會變神 然後平常就是人類的形態 那狼人也是一起來很多玩家 希望能夠增加的內容 那我想官方應該也知道 而且之後其實秋天的季節快到10月了 那個季節很適合出那種超自然的東西 因為像以往那個魔法世界的照片 就是9月就出的嘛 這種比較超自然的風格 然後去年9月是出那個八圖型照片 外星人 有點超自然嗎 一點點 所以如果之後秋天出個狼人主題的照片 感覺滿有可能性的 所以如果真的出狼人的話 你們希望能夠什麼樣玩法 包含什麼樣內容 那我的話我是希望至少會有技能術啦 就像吸血鬼那個樣子的紀念術 這樣玩才會比較豐富一些 那我知道以前魔鬼市民三代也有狼人 可是因為太久以前玩的 所以我已經完全忘記 裡面包含什麼內容了 那我知道很多玩家也希望能夠出仙子 不過我想他們同時出兩種 性的種族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通常都是一次出一種 而且再一次覺得 Sims的玩家都是偵探啊 靠近瑜伽店的圖案自動聯想 而且根據以往經驗 很多時候都並不惜我們想太多 都真的是Sims團隊在暗示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花樣 所以這個是代表 嗯 素食店要來了嗎 披薩 好應該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餐廳製造片了 該不會 下一個優化的照片是餐廳吧 是外出用餐吧 是嗎 不知道 好吧 那你們對這個圖案有什麼想法 你們覺得這是狼人的暗示嗎 如果見得出狼人 你們希望包含什麼樣內容跟玩法 有什麼想法都歡迎留言討論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